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标题是 民进党政府就是最大的冠老板 听到这个标题 各位有没有以为我要聊劳工议题了呢 其实今天聊的并不是 那为什么不是劳工议题 还会说民进党政府是冠老板呢 我卖个关子 先给各位看一下新闻 行政院水灶通典礼延后 那什么典礼呢 是惊吓饮水仪式 要喊咖问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子的 金门这个小岛面积只有151平方公里 比我们台湾岛36000平方公里的小很多很多 可是它的人口密度却不少 它在小小的151平方公里里面 目前已经住了137000人 那这样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是900人 比较整个台湾岛36000平方公里 但是只住了2300多万人口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 还不到700人 等于是金门岛的人口密度比台湾还更密 但是问题是金门 没有台湾岛上面有那么多高山 金门最高的山 大五山 只有253公尺高 比我们的台北市的阳明山 也四分之一都还不到 在这样没有缺乏高山的情况之下 导致他们金门那边的水库水场 蓄水量不足 那偏偏金门的人口是不断增长的 观光业啊等各方面用水需求也逐步增长 那导致金门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金门必须要大量的超抽地下水才能够弥补水库的不足 但是超抽地下水的后果除了导致地层下践之外 未来也会导致海水倒灌 后果不堪设想 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金门就跟大陆福建那边签约 准备要动工 然后从大陆那边引进水 来提供日常的各种的民众 还有观光产业的需求使用 那这个本来在8月5 今年8月5号的时候 终于要举办金下饮水仪式 这个典礼办完之后 那当然水也就正式到开始通了 金门人就可以使用福建那边的水 避免再继续超抽地下水破坏生态了 可是现在政府却突然要喊咖 为什么要喊咖呢 照我们政府陆委会的说法 陆委会是说 大陆方面采取两手策略 一方面最近在国际上面 对我方的打压 日益也恶劣日益强烈 例如说东亚青年运动会这件事情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陆却又采取比较软手的策略 收买人心 讨好我方的民众 对我方的民众示好 所以陆委会就说 为了要顾及社会观感 为了要维护国家尊严以及利益 因此希望金门这边能够 在此时此刻先暂缓这个饮水仪式 那要缓到什么时候 陆委会没有讲明白 那照行政院这边 行政院发言人的解释 他就说 我们只是希望金门先暂缓这个仪式 但是并没有要求 实际上这个饮水通水的工程取消 所以仪式暂缓 但是水照通 金门人一样可以使用大陆那边的水 并不会因此导致金门人的那边缺水的问题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有这么好事情吗 而且用这个理由来暂缓 说了通吗 我们想想看 政府这样做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当然不是针对一个区区一个典礼 他的终极目的说穿了 当然就是要报复大陆 报复大陆这样子 让我们取消那个东亚青年运动会 台中的承担全嘛 但是要报复 他却又找不到直接有效的报复手段 我们能拿什么来报复大陆呢 我们能停止三通吗 我们能切掉切断EKFAR吗 很显然都做不到嘛 就算真的做 到底是大陆比较痛 还是台湾比较痛 对谁的伤害比较大 很显然是我们的伤害远远的比较大 也因为这样 蔡英文政府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手段来报复 来制裁大陆 所以只要发生那么荒腔走板的事情 明明是东亚青年运动会被取消 这个体育方面的事情 结果你拿来反制的 却是金门人的用水事宜 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干事情被拿来报复 就可以看到我们民营党政府做的多么奇怪 但这背后的原因说白了就是因为他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手段 而且他的理由也蛮奇怪 他说为了要维护国家尊严还有利益 还有顾及社会观感 所以要暂缓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维护这个国家尊严这个利益 顾及这个社会观感的话 你一试是暂缓了 可是你自己说啦 水照样会通 那照你这样的讲法 大陆仍然可以借由这样子从福建那边供水给金门民众使用 来对金门的民众示好 来对金门的民众收买人心不是吗 那你这样子你光是暂缓一个仪式 能够就能够避免大陆这样子做到对金门民众示好的作用吗 并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你要达到这个目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更进一步 更彻底一点 干脆把这个实际上的那个通水的计划也取消掉 变成说让金门人不再从大陆那边引用水进来呢 如果你要达到你的目的 要做绝了 你应该这样做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这样的后果就是金门人的缺水问题日益研究 要么就是被迫继续超抽金门的地下水 要么就是被迫从隔着两百公里之远的台湾海 在台湾本岛边引水进去 那中间的工花费啊 就跟从大陆那边近在咫尺的厦门福建那边去引水 差距不是一点点的差距 所以说白了就是做不到 那不可能这样做 这个影响太大 那因此参与文政府只好采取这种相对很自欺欺人的做法 很鸵鸟心态做法 我取消了这个仪式啊 所以说我们没有让大陆借由这个仪式对金门民众示好了 可是没有借由仪式示好 却还是借由实质的通水来示好了 不是吗 就是我们参与文政府非常奇怪的心态 这背后反映的就是 它们这种两岸对抗的思维 这种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不切实际的 根本就没有 台湾根本就缺乏与大陆对抗的本钱 因为对抗之后 台湾受害绝对比大陆受害更严更深 只好拿这种很鸵鸟心态 很自欺欺人的方式来 来对支持者交代 我们有反制大陆哦 我们有借由这种方式来捍卫国家尊严 来顾及社会观感咯 那回到我前面说了 为什么我说民进党政府这样就是最大灌老板呢 大家不想看看我们民间劳工职场啊对于灌老板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有时候景气可能真的不好 或者是明明就没有那么不好 但是这样的灌老板就就会跟一般老板不同 我们就会要求他的人工要供体时间 怎样的供体时间 最具体的当然就是 你请你们薪水少领一点 自动减薪一下配合一下 等到如果景气好了 我经济好转了 我再给你们薪水再加回来 但是到时候真的会加吗 往往却又没有加 却又是落入了这个老板自己的口袋中 但是人工减下去的薪水 却也升不回去了 那这样子的老板就被人工叫做灌老板 明明讲得好听 叫做供体时间 艰难的时候你们过得苦一点 但是真的时局不艰难 景气好转的时候 却也不见得会弥补你们 那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的作为 不就跟灌老板很像吗 他在这个时候说 宣称因为大陆的打压 所以要你们金门人供体时间 要顾及社会观感 顾及国家尊严还有利益 那就要先暂缓这个仪式 那有没有想到 万一因为这个仪式被暂缓了 导致整个计划 干脆对岸也把你取消掉怎么办 反正大陆不供给你这金门这点水 对岸还有什么损失吗 还有缺那么一点点钱吗 他损失的只是一点点的收入 可是金门人被影响到 却是日常用水的问题 双方受影响的程度 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 那但是 蔡英文政府却不顾金门人的死活 叫金门人先配合着共体时间 那这样子跟灌老板的做法 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受害的也不只是金门人 我们再回想看看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为了要贯涉他们民营党的 独派思维 台独的思维 所以拒绝承认九二共事 后果很多 后果包括 学校我们的各级大学 招收了陆生人数越来越少 学费收入减少了 那叫民营党政府的思维 请你们学校共体时间配合吧 那观光业也因为这样子 大陆客的来的台湾人数 大幅减少 也请你们共体时间 还没完 渔业 农业 卖到大陆的产品数量 也大幅下滑 那一样 请你们共体时间 等于在蔡英文政府的眼中 为了他们这个台独的目标 请各行各业 从金门人 从观光业 从农业 从渔业 从学校 乃至于社会 其他其他其他 更多受到影响的人 都请你们配合我们这个政府 伟大台独目标 都先共体时间 先忍一忍现在来苦吧 可是我们就要反过来问了 你真的这样子 让我们先苦了之后 未来的日子就能够更好吗 我们与其要听你这样子 让一个不切实际 好像天方梦谈的目标 台独之后 我们台湾人民生活 就会过多好多好了 真的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人民要的 难道我们为什么不要一个 可以让我们现在生活 过得更好的政党呢 照理说 任何一个政党的目的 都应该是要让人民的生活 过得更好才对 民营党政府要支持台独 要主张台独 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这是他们的思想自由 这个我们当然尊重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是一个执政党 而不是普通的在野党 那你的首要目的 不就是应该要先 把当下民众的生活 先顾好了吗 你如果说为了这样子 你的台独目标 而不惜先牺牲普罗大众 各行各业的 目前的基本生活权益 你这样子是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应该有的态度吗 你这样子不就是标准的灌老板吗 为什么民营党政府的劳工政策会做那么烂 很明显嘛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灌老板的思维啊 要让各行各业大家都先共体时间 那这样子 由这样的政府来当家 他怎么可能会去好好制裁 他的那些社会上其他灌老板吗 他们根本就是一丘之和 同类不是吗 彼此还惺惺相惜也数不定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真的负责任的政府 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要先把民生先搞好 你搞得行有余力了 你才要那个话语全 才有那个资格说服民众说 我可以把国家治理也好 那我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动 包括台独或者其他政治路线 这种更长远的目标 否则你现在长远的目标都 你当下都固不好 你凭什么让人家相信 你以后可以做得更好呢 我们回顾这次事件 一开始开头的风波是 东亚青年运动会被取消 但是为什么会被取消 不就是因为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 漠视那些独派在这边推动 东京奥运2020年 东京奥运正名公投 那违反了国际奥会的规定 搞到人家干脆 才会把你这个取消吗 所以说 因为他们这样的台独路线 已经首先第一个 已经害了我们的青年运动人 少掉了这个 一个重要的国际比赛舞台了 那结果推动了 人还在那边说风凉话说 我比赛那么多 你们少这一个什么关系 大不了我们台湾自己办 我们邀请国际上 其他选手来参加就好了 是这样子吗 你台湾办的比赛 能够跟人家整个国际级的比吗 人家有必要来参加 你这个缺乏国际 民生国际地位的比赛吗 这样子不就是标准的 灌老板心态吗 反正为了配合我们的正名公投 请你们共体时间 所以可以这么说 从这些推动正名公投的 独派团体 到蔡英文政府 通通都是灌老板的思维 通通都不顾民众的 基本生活权益 都只以他们那个台独 作为优先的目标 因此我们必须要想清楚 在年底的选举 我们还要让这样的政府 再继续直升下去吗 如果说这样直升下去 现在是台中的青年运动会受害 现在是金门人受害 那未来 只怕还有更多地方 更多行业的民众也要受害了 希望大家能好好三思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